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七大工业国财长宣布达成一个历史性的协议 决定全球的最低税率至少为15% 意思就是说无论你的企业总部设在哪里 都必须要支付这个全球的最低税率 这个协议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 去寻求避税天堂 那现在就是要迫使他们缴交更多的税给原来的国家政府 那虽然全球最低税负 这个主要是针对了像是Google 像是脸书 还有亚马逊跟微软等这些跨国的科技巨头 但理论上也会因此终结避税天堂的存在 像是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跨国企业避税天堂 维京群岛 开曼群岛 百慕大群岛 还有巴拿马 卢森堡等等 同样都遭到重创 因为原本全球一些经济体它为了要吸引其他国家的企业来投资 所以会祭出很多的优惠措施 其中降低企业税率就是一个最大的吸引力 可是现在如果其他工业国力推这个制度 那全球每一个国家的最低税率都不能低于15% 那我跟原来的国家还有什么样的差别 那还有谁会来投资呢 所以目前税率为12.5%的爱尔兰已经公开反对了 他认为这会破坏他们原来的经济模式 很多国家也都在默默关注这件事情 但可能也不太想要参与 好就是要让大家一个都跑不掉 赚钱缴税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本来就是天经得益的事 结果你们这些企业 尤其是大企业 指标性的企业 全部都往外跑 全部都躲在避税天堂 赚了钱全部放在口袋 但是要投资发展 却要全民的纳税人来帮忙 这样对吗 所以这一次七大工业国达成了一个重大协议 七大工业国我们知道包括了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跟日本 这七个国家G7一致达成共识 什么共识 他要把全球的最低企业税定在15% 甚至有一些国家还说 哎呀是至少哦 因为对于G7来说 15还是太低了 根本没有办法让全球都很公平 因为你看像英国 英国呢他的企业税多少 就19% 更别说法国 法国的企业税高达了32% 德国29% 意大利27% 日本的企业税也达到29.7% 所以现在大家只是定出一个最基本 最基本的目标 就是15%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不能低于15% 所以咯好不过至少目前为止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那先就全球最低企业税达成一个共识 然后我们再一步一步的来讨论很多税负公平 比如说是不是要取消数字税 还有国际税收规则 大家怎么样来进行协调 我们呢好这七个国家慢慢的合作起来 重点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要再恶性的降税竞争 而且要让这些企业有赚钱的通通一毛税都不能跑掉 那具体到底要怎么开征呢 好我们先假设 比如说你是一家美国企业 你呢把总部如果是设在美国境内 你设在美国境内 美国现在国内的企业税税率多少 21% 好跟英国其实也差不多 他现在的企业税21% 那你这家企业每年就是要交给美国政府21%的企业税 而且记得吗 拜登之前不是还要把企业税调高到28%吗 说因为他要推出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 没有钱他就是要从企业税里面来筹钱 好美国企业就想 与其要我每年交21%的企业税给美国政府 老金动得快的商人当然就会想啦 如果我把总部设在别的国家 别的国家企业税比较低嘛 那我不就可以少缴一点了吗 好企业主就在全球找找找 哎呀还蛮多的耶 像是维京群岛 像是开曼群岛 像是卢森堡这些地方的企业税 多少 20%不到 20%不到你看 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比 我就可以少缴好多税 哎爱尔兰也是啊好我把总部设在爱尔兰 你知道吗爱尔兰现在的企业税税率是多少 12.5%跟刚才美国的21%还有G7 这所有的国家比起来几乎少掉一半 还有找比美国的税少了快一半 那我把公司开在美国缴21%的企业税才是傻瓜吧 好那我现在就选在爱尔兰开公司 我每年只要缴给爱尔兰的政府12.5%的税就好 美国再也管不到我 也磕不到我的税 那我就不用缴纳21%的企业税了 所以21-12多少至少8-9%的企业税每年就这样省下来了 可是现在不行咯 G7这次布下天罗地网规定了全球的最低税率 至少要15% 那就不一样咯 如果这个税率真的上路的话 你除了要找爱尔兰12.5%的税率之外 12.5低于15%嘛 低多少还差2.5% 那你剩下2.5%就要交还给美国国库 就是你自己原本的国家 这就是开征所谓的全球最低企业税之后 有可能产生的重大变化 那如此一来 你到哪里去设公司都一样啊 反正就是你最少最少要缴15%的税 不能比15%还要来的低 所以这些G7国家就是希望确保 第一个企业不要逃漏税 乖乖的缴税 而且你要知道 很多美国企业逃税逃得很夸张 比如说亚马逊 这种全球数一数二的购物平台 他们已经连续两年不用缴到税 而且还退税 退了很多税 这根本就不公平嘛 很多中产阶级一毛税都跑不掉 但是这种大企业居然还可以退税 那他们现在就决定要解决这样的歪风 而且大家商定好一个准则之后呢 也比较不会有所谓的降税竞争 我现在德国比这个法国比德国高 我30%那我就降到28%嘛 或者是27% 那我比德国低 那是不是德国的企业就会跑来我这边 会有一个恶性竞争的问题 然后最后就变成大家都收不到企业税 因为企业通通都到这些免税的地方 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啊 所以我们这些大国们 我们有责任要先联合起来 订定一个标准 打击所谓的避税天堂 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多年了 为什么在今年突然会有一个初步的共识呢 美国出来积极的促成 为什么看起来他要不来办这个黑脸 因为要收钱嘛 像是微软 微软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他原本在爱尔兰的这个子公司 他原本在爱尔兰的这个子公司呢 其实去年就创造了将近3150亿美元的营收 相当于爱尔兰GDP的四分之三 都是他贡献的 但是因为他在哪里注册 他在百慕达 所以微软通通都是近赚 他根本没有缴半毛钱的税 光微软就这样了 你再来个脸书 再来个苹果 再来个亚马逊 你每年少收多少税 所以以前的美国政府觉得 哎呀我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反正就算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哦 拜登不是答应全美国民众要搞基础建设吗 所以呢基础建设没有钱 我就从企业税里面扒 好这些企业的税 我先调高从21%调高到28% 那你们肯定企业就会往外跑吗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你就会去找这种税率比较低的国家 去把总部设在那里去在那里注册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从外面给你们读起来 你在我你不在我这里注册 你去找这些避税天堂 现在不行 这些避税天堂全球至少税率都不能低于15% 看你跑到哪里 所以根据估计一旦设定了这个全球最低税率 那全国呢 至少全球至少有100家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企业会受到影响 那根据美国来估算 他们认为我反正可以因此来收税 我可以收多少 有可能可以带来7000亿美元的收入 非常非常可观 因为美国觉得我实在损失太久了 所有的大企业都跑去避税天堂了 缴纳少少的税然后都不缴税给我 所以这一次G7的财长达成这个重大的协议 财政部长叶伦马上大赞 说这是史上第一次通过这个协议 对世界来说意义非常非常大 那这场会议的成功呢就象征 美国优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你会看到的是一个多边主义的复兴 让大家的经济企业越来越公平 而至于呢英国的财政大臣 好苏纳克他当然也赞成这样子的 这个企业的改革 他说正确的公司本来就应该在正确的地方 缴纳正确的税款 这个改革就是为了要符合全球数位时代的趋势 美国英国常年受害 所以才会对这个条款这么欢迎 但是原本这些避税天堂不就惨了吗 如果你的税没有比原先的国家低多少 那谁还要来这里投资呢 欧元集团主席同时也是爱尔兰的财政部长多诺霍 他就抱持反对的意见 他说爱尔兰的税率我们刚才看多少 12.5%就是比他们订的15%要来的低 那如果最低税负上路预估到2025年 爱尔兰的收入企业可能会损失大概20亿欧元左右 大约五分之一哦 不过呢多诺霍还是对爱尔兰的未来经济相当有信心 因为他认为就算这个税率提高到15% 还是比你们那些国家税少很多啊 而且跨国公司来爱尔兰投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就在这里打好基础 所以他相信这些跨国企业还是会留下来的 那其实关于这个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哦 国际组织一直都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像是中国银行研究院就说了 其实呢全球主要的经济体都一直在降低税率 一直希望其他的企业来自己国家投资 所以很多国家长期来就变成什么 降税这件事情在主体竞争 讲白话一点就是你宣布降税好啊 那我也降 而且我降的比你多 那我就可以吸引到比你更多的客户来我的国家投资 那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 全球的平均企业税率已经从27%降到了20.2% 所以您看到了不管是OECD 非OECD 还有G20这三大区块降幅 税率真的都在减 他的税率建幅增多7.88% 而他的税率降幅6.23% G20国家平均降税也降了6.92% 那这样的市场杀价竞争 当然就提供这些跨国企业更多的选择 去比较 谁的税率比较低 谁的优惠多 那我就去投资 那这样子就会使得原本的这些国家 蒙受非常大非常大的经济损失 那首当其冲 好跨国企业谁 好我们看到脸书 看到Amazon还有Google 他们的业务遍及全球 所以接下来要缴的税可能会增加很多 不过有一句话说 在商严商 千万不要跟政府对坐 所以对这样的改变 这些科技巨破反倒是说 我们很支持 脸书说我们知道要找更多的税 但是我们仍然期盼 税收的改革会因此成功 亚马逊也说 我们绝对支持 Google说我们强烈支持 这个国际税收的规则能够改变 希望达到一个持久而且平衡的协议 所以您认为这些跨国企业是真的支持最低税率吗 还是他们台面下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应付呢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